隶属于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旗下的 陈县台湾同乡联谊会举办会长交接典礼 新院的陈县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 是由本名苏秋云的艺人古英来担任 而他也当场宣示 未来将会秉持乔委会委员长胡英义的 迎乔清聚乔清撞乔社的乔务方针 号召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乔谈的行列 同时他也宣布将会争取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的年会主办权 在呈现侨教中心主任高家傅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总招李秉信 副总会长吴承远共同兼交下 本名苏秋云的资深艺人古英 由卸任会长罗年华手中借过印信 正式成为呈现台湾同乡联谊会的新任会长 古英当场表示将会全力为呈现地区的侨博服务 而且任期内也会争取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年会的主办权 我们呈现台湾同乡联谊会 虽然地方比较偏远一点 但是我们人才济济 而且在我们这个 朝教中心的高主任的这个支持之下 所有乡亲们的意愿之下 我们尽量的来争取 颁这个年会 当然我们在这个年会里面 我希望我能够带一个全新的一个状况 一个不一样的年会给大家 十分认同台湾同乡联谊会 实时关心台湾 处处服务同乡宗旨的古英也表示 未来将秉持吴英议委员长的 迎侨卿 聚侨卿 撞侨舍理念 号召更多年轻人投入侨团行列 我们能够为台湾跟我们的中华民国 尽一份心力 然后凝聚侨卿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要呈现我们这个吴英议 吴委员长的这个理念 就是迎侨卿 聚侨卿 撞侨舍 希望呈现台湾同乡联谊会 能够呈现这么一个平台 让我们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能够来参与 在海外这么多年 我深深的有个感觉 这个侨胞一定要热心的参与侨舍 才能有一个立足之力 卸任会长罗年华 感谢所有理事与顾问长期支持 并祝福新任会长大展宏图 而呈现强教中心主任高家傅 则对于台湾同乡联谊会 在呈现地区 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华民国的用心 表示肯定 并代表吴英议委员长 向呈现台湾同乡联谊会 表达祝贺之意 活动尾声 大家高声合唱 爱国歌曲梅花 每个人也在鼓音带领下 跳起原住民舞蹈 欢乐气氛感染全场 也显现出崭新的领导风格 台湾人是张崇文 美国呈现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